最惡的貓是會衝過來攻擊你 這樣吧 玩 牠會出爪 還有牠會開口張牙 每次來訓練貓都會健康 都會流血 其實大多數人都不會想養一隻摸不到的貓 如果不經訓練 可能牠一輩子都會在貓射 但我們最終的目的 都是希望我們可以親手摸到牠 跟牠和人間的隔膜慢慢減少 增加牠可以找到家裡的機會 Crystal、Alan、小花和阿妍 看起來跟其他貓義工沒有分別 但不同的地方是牠們專門照顧的貓 全部都是生人物近的惡貓 為了令這群沒人愛吃的貓仔 都可以找到家裡 牠們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 專門去唇化和照顧對人類有敵意的貓仔 很多的義工上來 全部都是圍著乖的貓去摸 但你想摸一些惡貓的時候 牠就出走 那就沒人去 不如我們盡量摸多些惡貓 令惡貓可以變成乖的貓 純的貓 由其他多些人愛牠 還有可以脫領養 通常青貓都常常放在這間房間 初來報道的惡貓 義工會先把牠們隔離 再在籠上蓋上毛巾 令牠們心情平和一些 訓練貓仔的時候 配合不同質料的苦摸工具 去慢慢跟貓仔做朋友 從而令牠們放下對人的戒心 不再襲擊人 這隻就叫做Cookie 你一想摸牠已經很看著你了 牠就會比較親近 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這麼兇 我不會縮 因為動作越大 聲音發出越大 反而牠會更害怕 襲擊我下一步之後 牠還未接受到我的手 這個步驟 其實都是想用食物收買牠的時候 可以順便給我們碰到牠 哎呀 摸著你 不要這麼兇 成功了 不過牠還是會襲擊我 我現在介紹的貓就叫做Anastia 牠暫時在貓社中 比較兇的一隻貓 我先嘗試去反應 我現在慢慢開籠了 我們現在看到牠的神情 是一個解避的神情 慢慢來 牠已經有一個準備攻擊的意圖 我先嘗試拉 我眉身到牠 牠已經作出主動的攻擊 我們被牠打的時候 不需要害怕 第一我們有一個防備 第二 我們越縮的時候 牠會覺得這個方法是有效的 還有我們這樣快速縮的時候 會令牠的情緒更加激動 這隻貓棒 其實就好像代表我們的手 這樣摸一下牠 因為就不是一個直接的接觸 牠的戒心就沒有那麼大 你看到牠接受程度會高一點 你看到牠的眼睛 代表牠都舒服的 我們今次嘗試用手 用毛巾 未必好吞進牠的 不要緊 訓練貓我們都需要一些時間 讓牠熟習 去放鬆 就這樣餵一下零食 摸一下牠們 看起來沒有什麼難度感 難度就是 最初你要夠膽 不怕受傷 夠膽去碰牠 有時你明知道會受傷 你還要伸牠手 知道會被牠抓到流血 怕痛 那你訓練不到一隻貓 我會覺得牠們的惡 是會有牠們背後的原因 是自防 有些牠們流亂開 牠們不習慣接觸一些人 有些是氣氧 平時餵開牠的主人 不知為何沒有了 牠們會覺得 安全感是沒有了 第三 牠們可能會受到一些 不好的經歷虐待 其實Trainmars 我們掛不上 我們要用多少時間 第一 看牠的陰影面積有多大 第二 看牠的本性 可能有些貓 很快會忘業相通 重新接觸人 最長試過 甚至乎有些是Trainmars 要令貓習慣虎摸 亦幫助義工 平日能夠用虎摸的方式 檢查身體 當牠們出現毛病時 可以及早發現 曾經有一隻貓 牠是受弱的貓 由頭到尾都吹不上 都是不接受的 但後來牠是病了 我終於第一次摸到牠 但那一刻我很傷心 牠被我摸的時候 或者牠已經沒有能力再反抗 我會希望牠們 覺得自己有來到這個世界 有被人喜歡愛過的感覺 不友善的貓 我的貓變成乖 你的滿足感很大 那你要試一下 起碼試了半年 但這半年內 其實貓都會有改變 一些領養人來到 牠們會覺得 這隻貓很乖 所以回到家 可能領養人定時會 發照片回來 告訴我們 牠現在生活得很好 你看牠睡得多舒服 我們看到這些照片 都會覺得有一種恩惠 每次野餐吃菠蘿腸仔吃到鹽 有大廚教爐 示範野餐必食新主意 盡在秋日野餐自駕遊 快點入賣親戚好友 立即出發了